啊 前面要過水 開玩笑嗎 要衝得過去嗎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姐 歡迎光臨頻道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歐洲卡車模擬器 這一次呢 我們就要來挑戰這個 夜間山路的部分 尤其現在是晚上 7點多 中到那邊差不多應該快凌晨了吧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新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今天我們就來突破個 1900個讚吧 GO 那我們就現在領個禍吧 今天這張地圖呢 是我們最後一集了 這邊跟上面這邊差不多 啊這邊比較特別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往這邊走 下一次呢 會拍一個比較漂亮的地圖給大家看 一秒可以剛好到我們要去的那個點喔 好不好就這樣 剛好在正後面耶 來來來來來來來 那我現在其實車礦了 不是很好 已經有一點點壞掉的感覺了 然後呢 也稍微有點疲累 所以我們盡量趕路 這裡要出去也是不容易的喔 都不浪一下都不浪一下 哇 這裡一出去我撞下去喔 可是又不得了啦 快晚上啦 大家都差不多要回家 我要先吃出去一點點 吃一下勒 牛一下勒 後面再躲下槍給你玩 白白都是同業的對不對 所以啦感謝你感謝你 嘿 這個大幅的浪了我們一下 謝謝謝謝 看一下我們的鏡子 有問題不要撞到人家 又撞到人家了 哎呀 那個一定說過喝心火乳精啊 我們踏上我們的這一段旅程 看看究竟到了終點 那邊會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糟糕你看我現在引擎一直壞掉 應該是撐得到啦 我們不要再撞到 或什麼應該是海峽 會不會等一下我們開到睡著啊 因為夜間可能都是沒有路燈嘛 都是一些草草樹樹花花木木 可能會有點無聊我在猜喔 下面有鐵橋欸 哇旁邊這個應該是返鄉轉車 好不好 大家都趕著要回家了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這個鐵橋 哇喔 欸這橋好帥喔 下面是海這樣子 超讚耶 現在大家應該差不多都是這個景點換完了 準備要去吃飯 所以我們還在幸福這邊運貨 還有兩百多公里啊 那有觀眾跟我講到那個地徑 有沒有就是那一個 那個如果基本上 車子有在我們前面的話 是可以很明顯看得到的 出售貨 有人出售貨 有沒有 什麼撞什麼 浮屍撞什麼 那一台看不清楚 開始前面好像要跑山囉 喔有沒有 你們看一下小地圖 已經有開始這種彎道的感覺了 欸Chimp 開晚上好像也蠻好玩的捏喔 喔 還有人在這邊看風景 哇這邊真的漂亮 欸欸欸欸 我不是遊覽車 我們下一次應該就會用遊覽車了 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下一次那個地圖喔 用遊覽車 真的非常的適合 大家一定有跟著我們出去玩的感覺 非常的棒 我們上次載的那一個齁 來到這裡的話 應該很慘 因為這裡感覺比上次的還要貂磚 不過你看我們已經爬這麼高了呢 齁 旁邊是山的你看 喔 糟糕了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裡面撞傷 Sorry 我的車損呢 又多了10%了 那有觀眾說喔 就是看不習慣右駕 那基本上我就是 地圖上呢 他們是印你 他們是右駕 我們就是右駕 那我們再塞 啊 怎麼了 前面有事故是不是 喔 這邊有人車子壞了啊 那也不對啊 所以現在這樣子怎麼辦 卡住了 警察不維持秩序 按一下喇叭 按一下喇叭 一我經驗這個就是要按一下喇叭啦 不如我們來超前吧 我們來做一個開頭先鋒 還是他這個會等到有拖車來 我覺得應該不會喔 我們找一個空隙直接捨過去 給他彎過去 走邊邊這個角度 S型的 S 這邊 各位OK啊 沒問題啊 哈哈哈 我過囉 你們就慢慢等吧 你們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這邊有 卡車休息站啊 你看看 有些人停在這邊 不知道在吃什麼 唉唷 這邊可以休息喔 不過不行啊 我們就是要開夜車啊 欸 啊你是要抬多久 整路了呢吼 好啦我們先衝囉吼 真的沒有車了餒 哈哈哈哈 這一次這樣子喔 就可能跟上一次一樣 我們不是卡很久嗎 所以我在猜呢 一定是等人家拖車還掉走的啦 對不對 前面怎麼突然又遮了 應該是這裡到的人喔 往返回去了 現在已經8點半啦 有觀眾說怎麼 我不用方向盤 說實在喔 我玩歐卡 不像說玩GTA那個模組 這歐卡因為 我會想要切來切去 看一下地圖啊 像這樣子 會長怎麼樣啊 或是拉圓啊 之類的 但是如果用方向盤的話 就不好這樣子用喔 所以歐卡基本上 我可能還是先以 鍵盤為主 幹嘛幹嘛 啊啊在幹嘛在幹嘛 蛤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喔 就是這樣嘛 你看 很容易讓人家出車禍啊 我還記得很久以前喔 那時候高速公路呢 有一個很大的那種 KOMBANG 放甜蜜的那種性感照片 很多人說 看那個都會出車禍 就像我們剛剛這樣 在看那隔壁路上 那兩對男女 不知道在幹嘛 欸 蝦皮又看到啦 還有234 這台旅程真的遠耶 XXXXXX 我超想去看看的啦 哈哈哈哈 天空不作霉 好不容易跑夜車呢 居然又給人家下雨啊 我在想喔 那個XXXXXX 一定是當初呢 想不出叫什麼名字 然後剛好呢 就想說 啊不然就先用XXXXX吧 結果反而 這一個地園 說不定是一個 很有名的景點耶 趁現在塞車 我以後我來查查看 XXXXXX 吳嘆啦 A quelque part 結果查一查是XVD 怎麼會 所以到底有沒有啊 有沒有這個 XXXXX的地名啊 以後不要亂查哈哈 那天啊 啊 前面便利商店對不對 這裡 這一個路段喔 就是蠻會容易塞車的部分 因為這裡剛好是一個T字路口 有 我們有的要左轉有的要右轉 所以呢很容易塞很久 所以我們要盡量找機會插了 晚上好像在逛夜市一樣喔 來到這種比較熱鬧的地方還是好 我們趕快先插出去 先插出去 嗨聲啊 叫我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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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腳車啦 你怎麼不像 漂亮啦 完美過彎 深夜跑車就從這個階段開始 真的有feel了捏齁 開始有那種山上的霧氣的感覺 你有發現我開始沒有車子了 大家可能都在剛剛的那個地方喔 找旅館住宿了 齁 前面要出招貨了對不對 一樣 都是車子壞掉啊 叫你們車子要保養 都不保養 一直往上爬耶 你知道嗎 不是說每上升多少 100公尺會掉0.5度嗎 還是500公尺 我有點忘記了 你看像如果你有去那個阿里山 有沒有 去住那種阿里山的民宿 他們那個都不用裝冷氣的 但是你就會覺得裡面的那些棉被很潮濕就是了 不過這樣也蠻不錯的 省了冷氣電費的部分喔 右邊這個水土保持這個 是這種感覺做的蠻好的 這一步喔 大家看到這邊應該差不多睡著了 因為連我自己都有點難 旁邊有小市集 對 都是西瓜阿 印尼是出產西瓜嗎 其實我覺得Oka喔 如果說人也可以下來 那多好啊 對不對 就是說 不要說只是都是在開車 起碼說可以下來買個檳榔阿 或者說 下去吃個飯阿 就 就多了一點點這種 稍微可以讓人家下去走路的那種功能 這款遊戲也算是一個超強的大桌 各位我跟你講阿 如果你有那種失眠的問題阿 嘖 非常建議你晚上會跑這個山路 哈哈哈哈 保證你呢 更好睡著 又走了 嗚 這裡心力太大了 前面有可以休息了 各位 我們去休息一下 真的疲勞值 倍感增加 哇 那這休息站怎麼進去 我看看 啊 這休息站是長這樣子喔 就直接停在路邊這樣 這麼奇葩阿 這樣給人家停著 好吧 各位那我們那我們就睡一下吧 咻 八點了 喔 太好了 喔 太好了 各位 欸 終於白天了 不要這樣啦 扭一下啦 扭一下啦 很累捏 工作很累捏 喔 各位有沒有突然覺得 我愛睡了 你看到那種白天的感覺阿 跟晚上那種感覺真的是差很多 又來到一個小鎮阿 而且我好像看到前面有那個基地台 真的耶 哈哈哈哈 連基地台都有阿 感覺快要到了喔 我在猜喔 我們的終點了 應該就是前面那一座山 各位 過夜囉 欸 這裡很漂亮耶 你看他這種 哇喔 這椰子樹壯觀耶 好大一顆喔 唉唷 各位 前面有一個特別的門耶 這應該就是有點像那種收購路費吧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還是這是一個邊境之類的 沒有 他們會停一下 我要超車了 前面感覺都沒有來車喔 所以我們超起來 這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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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頭天啊 我要回來幫忙阿 哇 都沒車耶 好棒 以後喔 我真的不想要再開晚上的 晚上的就是 太愛捆了 走走走 走走走 喔喔喔喔 好快喔 好快喔 唉唷 要走泥土路 唉唷 前面 前面是一個海邊喔 這個泥土路有點顛波喔 喔 這一小段而已啦 這一小段而已 他還有做出那種石頭這樣子的感覺 阿阿阿阿阿阿阿啊 慢一點 慢一點 哈囉 左邊的朋友 中間這個你不要命阿 阿 前面要過水 開玩笑 ¯ micro 會衝得過去嗎 各位 我們的重點都在前方啦 太好了 哇 牛車耶 所以還可以載動物的喔 哇 這個狂了 這個狂了 Scania了 Scania 欸 我們也沒有摘過動物 這裡算是還蠻多居民的欸 他們都會在路上這樣走來走去 我們就是要來這一間了 ACE啦 抵達了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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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難喔 有了比較正啊 欸 可以了 終於把疫苗送回來了 啊 花了15個小時啊 加上還有睡覺的部分啊 好不好 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喔 這個印尼的地圖呢 大概就先玩到這邊 之後其實還有別的印尼的地圖 我們之後再玩玩看 但是下一次呢 我打算帶大家去一個 非常漂亮的地方喔 那邊應該值得我們再三的回味 好不好 感謝大家收看啦 如果喜歡這個系的話呢 也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也不要忘記我們的1900個讚 我們就下次 歐洲卡車魔力氣再見大家 掰掰